走进东西国菜市场 贪贪都在卖甜食 一整片的绝黄色调 让人看了眼花缭乱 不知从何下手 因为从现在一直到明年初 都是甜食的成绩 消费者该怎么挑 才能够买的何意 有十多年种植经验的女班长 要传授配博给大家 看她的形状 像我们现在的话 越红越好吃 有的中间白白 那个就是她的色泽 没有均匀 那个就不好吃 还要你要翻过来看 像这个就很漂亮 有的 有的我们叫猎鳄 叫一坑 那个就不要挑 因为那里面都是 会那个细菌感染到里面 等一下你消出来 剩下一点点的东西 地头有猎鳄 代表品质差不可以选 而在台中东市 是甜食的大产地 尤其高香温差大 甜度都可以达到15度以上 喜欢吃甜度高 又香脆的口感 从颜色来挑就对了 越红的它比较软 越就是说比较没有那么红的 它就脆 就是看人家喜欢 有人喜欢吃脆的 甜度那你就要选红的 除了挑选有诀窍 甜食的吃法也很多 大人小孩吃法皆不同 我自己我是连皮吃 因为我们这个到七月的话 我们就套带了 七月到现在十一月 等于套带两三个月才才 这中间也都没有胚药 有胚药就是一些杀菌的 不是农药 旁边有软的那就先小来吃 而且软的不是坏哦 软像有老人家 牙齿包 用汤匙咬来吃也很好吃 对柿子不能跟酒搭配 一起吃的禁忌 市农也有话说 那是软柿子 它用灯头啊 去放那个 是那个东西跟酒吃起来不好 这个都材账的啊 随便树上摘下来就可以吃了 所以没有问题 可以很放心的吃 台中生成的品种 是以次郎还有富有为主 甜度脆度口感都是在中上 价格比起其他县市 也高出了许多 不过甜是 有的人喜欢吃甜一点 也有人喜欢吃脆一点 大家的喜好都不同 好就看消费者的挑法了 转家话台中采访不到